以前年轻人来回来 两个家后也不会觉得很累的 现在不可以有我 我个差不多我就收招呼回家 年轻人都伤了 现在给到您 回家的人就可以磨它了 割完胶回来磨 你不要看它这样很绿的 这把是新的 这把是旧的 七八个月就要换了 这个是那些摩托的 烧了让它自己换 一定要呆 这个破了就要领过 那个胶都会跌下去 只是这些东西一定要呆的 我是中修村 今年就是七十五岁 一个教工人 多数是七点多 七点两个字 三个字也不定 自己的工作 早就早点按一按点 到这边 绑这个腰 不会这样肮脏 头顾 温翔 一定要也不要 哎呦 咬得你不得了 弄好那些东西就割胶 11岁就割胶 没有割胶了 跟妈妈去割胶 还有哥哥那些 那时候还没有登记的 你割到一个工具 要放进 妈妈的名字 不过我割了 有三四多岁的时候 我有出去车两年衣服 后来我又 因为家庭没有人 有个父亲罢了 这样我又回来 什么趟了 一起了 因为哥哥结婚 现在又三四多年了 后来我这边才割了两年 以前就割罚人了 赖我的小姑娘 你不如去割 马来巴正好 他上也跟他拿出来割 好像自己工 割多少就割多少 就是一定要割吧 每个人都有六计的 不过有好有坏 就是下雨多 就割不到工钱 天啊好天 这样就会割多点 不可以天天割 天天割会死 那种时候 树皮会给你割 今天割这个 明天割那个 这样 一边就一边 割多少就割多少 我们就这样掉 好像那杯有水 你不是倒掉它 留一点点也可以给它 跌下去的胶 它会比较快沉 拉刀这样开一开 开一条痕下去 只是割它的皮 拉的时候 要一点力的 手要压住 这个力 拉它 那一边是 你现在割正面 割完正面 割正面 不过水分就比较少 如果你是割 那个皮割厚 就比较快比 几年 有些人可以割六年 你下雨不可以割了 因为它色 四树这样你去割 它那棵树会死的 又开始走到那边 又走那边走 它不是在北那里面 在地下游 皮那边不是有 条条那个 要塑脚袋 也要自己 因为它没有水分 拿起来 拿那桶装住 就放回这边 给它栽上来 不是很少 两三十桶路 一个礼拜 好像今天干啥 到下个礼拜才买 现在没有什么人了 人口 全部是外劳 全部走了 法人 只是得我一个 有些是有 他们是没有做工的 因为他们在 那个发盐里面 住的很难去那些人口 做的 有些没有债料的咯 那些年轻的 他在外面照顾 他都不要回咯 我以前跟那个 眼口城不中有中 这个树脚 因为发展多嘛 树脚又没有加咯 有个时期 树脚加才快多钱咯 也是这样的 你有去做 你有得吃啊 没有做没有吃 小门过我小门走了 很快一天啊 运动运动下也是好 在家里也是静静 做到它 不可以做就可以了 在家里面 那些冬天 就会说 都不可以做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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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